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就繼續上課 我們還有一點點的方法 像剛剛說 我們有兩個 Factor 一個是 Factor 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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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B卡丘比较理论 在B卡丘比较理论 我们今天要问 A vector B vector B卡丘比较理论 B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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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靠 一滑 让我们修备把这两个脱脱 两个脱脱 前面有项链 单位项链 因为它是属于项链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下 后面这个纯链相纯链 纯链是给你整齐 如果是纯链的话 各位都知道 你可以写成a乘以 也可以等于a到b 这个是纯量 不一样 三种方法的纯量 但是向量也可以 如果这两个都是向量 有道理有 cross 但是没有 两个向量当中 如果是纯量 就是纯量 就是纯量 如果是纯量 纯量 就是纯量 这些纯量 就是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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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量 就是纯量 纯量 纯量 这个是第一项指数的后面 的三项 再来第二项指数的三项 加起来 J x I, A1, BX 再加上J x A, A1, B1 再加上J x J J x A, A1, BX 再加上J x I, A1, BX 再加上J x J, A1, B1, AZ1 再加上J x A, A1, B1, AZ1 再加上J x J BZ 然後變成這六項 六項裡面 像這個都是全量相乘 很簡單 乘起來就好 你要處理的是 這三個 Vector course Vector course 它有這幾種性質 後來一定要注意 算是,我們不是寫的 再次,我們不是說 i 等 i 等 i 等 i i 如果是 cross i 的話 這就是 大小,一乘一 假角的正角 它的夾角是零度,因此它的正旋,就是sign零度,就是零 因此这个是零 自己跟自己cross是单位相量 自己跟自己cross是零 自己跟自己dot是一 好,明白了,这个单也在零 j cross j 也在零 k cross k 好,现在我们看不同的单位相量 i cross j 我们先看看方向i to x j是指y x cross y z的方向 z的方向,我们就写它的单位相量 就是k 它的大小呢 1乘1乘上 在90度 i跟j xとy 夾90度 是指y b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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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cross I 負是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是等於負擔 J cross I 這個要等於負擔 A cross J 這個要等於負擔 I cross A 這個跟前面的一組 DOT Uni 當主做內機 一定要記住 將來用的時候 要用五存熟 用的時候就不要再去想 一看就知道是什麼 你一定要用 藉著做集體法 做清楚 現在我們就處理這個 他只有三下 自己Cross都等於負擔 因此 I cross J 這個是零 這個也是零 這個也是零 我們就處理這張六項 我們這六項語言 I cross J 是什麼呢 I cross J 是K 這個 就是K I cross A 是負接 J cross J J cross I 是負接 J cross H I K cross I 是J K cross J 是負愛 負愛 現在我們把 X方向的坦托能 把它推定再起 那我們用的 I 正I有時候是J 正I有時候是J 正I有時候是AY 神像B AV 負愛 就是AV B1 減掉 它是負能 減掉 AV B1 然後我們再交換 接 這兩項 先寫正能 AV B AX 再加上AX BZ 再加上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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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AX BY 減掉 AY BZ AX AX BX 加上K AX X 加上K AX 加上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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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比較麻煩 不过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很好记 你怎么记法呢?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 X,Y,Z,这个顺序 一带的交进的速序 这个就是X方向的方向 单位下来有X方向 Vector A就是Y方向来 Vector B就是这一方向来 X来与这样的顺序 你看这个仪向,这是仪向 就是Y开始的 Y,J,A,Z,X A,Z,B,X 这个是Z开始的 Z开始的 A,Z开始的 A,X,BY 很好记 一按下来很好记 前面是A,Y,B,Z 后面就是A,Z,BY A,Z,B,X A,X,B,Z A,X,BY A,X,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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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这个一定要 要能够 顺畅把它写出来 如果你要很成熟才可以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卡绿色来表现 这个结果我们用卡绿色来表现 卡绿色的第一列 就是三个 F or unit 第二列呢 就是A的 下下A的 三个 component 第三列 就是B的 三个 component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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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J的后面 下A A 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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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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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A A A 再下来讲,我们就看第二章 第二章是一维运动 一维和二维运动 一维就是one dimension 一部空间的运动 或者像一个直线上运动 这样一个直线上运动 二维,三维就是在一面上运动 是一面或者是维持一面 三维就是一面正面的运动 所以我们写第二章 以下章 第二章 第一维 三维 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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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是一维 运动 运动 反正 我们小心点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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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说运动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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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在那裡,他的位置都不改變 今天看他在這裡,明天看他在這裡 現在看他還在這裡 那我們就說,這個東西啊 它是不動的,是靜止的 但是你在那裡看老師 我一會兒站在這裡 一會兒到黑板上去,一會兒走來走去 那我的位置啊,就不是固定的 我的位置呢,是隨著時間在改變 那因此我們就說 如果啊,一個物體的速度 是隨著,物體的位置 是隨著時間在改變的話 我們就稱這個狀態 叫做運動狀態 你要寫下來啊 我一邊講,一邊就要寫下來 我一定說,我可以晚上操冷才寫下來 對不對?老師講的,你就要寫下來 剛剛我講什麼叫靜止 什麼叫運動 我一邊就要寫下來 今天要學會快速的行動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我們做什麼叫運動 我們在運動裡面提到 如果一個物體的位置 隨時間改變,它就去運動 那你怎麼叫做位置啊 什麼叫位置啊 你說,我一會兒再講台 一會兒 你知道這個東西在哪裡 我說我在講台 你就知道我在哪裡啊 我轉向黑板去 你也知道我轉向哪裏去啊 那麼其他的 一部車子在運動 一個人在運動 在別的地方運動 你怎麼描述他呢 怎麼描述他的位置在哪裡呢 為了要把位置表示出來啊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參考 因為他是一個線路的 一部車子在這裡 就是把這個桌子在這裡 在這裡固定的 在這個地方 你很容易講這個人在你 在你 所以我們講這個物體的運動 英文運動 我們先看英文運動 我們先要做一個參考 因为它是一个线上的运动 我们换一条线 这个是在水淋的 那么就表示这个词典 在这个水淋线上的运动 我们往往把水淋刚向的这个 我们称之后叫做肘 左标头 我们称之后叫做肘 目的就是在这里运动 它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位置或者这个位置在哪里? 你怎么确定它的位置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参考点 这个叫圆点 你们自己要写下来 我们来到圆点 Original Original 这个叫圆点 那我们就把它左右分开 一二三四 这个叫做一 这个叫做二 这个叫做三 这个叫做二 那每一格是多长呢? 我们在这里 公尺 公尺 一就是代表一公尺 二就是代表二公尺 这样子 然后在这一边呢 是负的 负一 负二 负三 负负一 你这样子定以后 我们就说 到这个圆点 在这里 就知道 在圆点的正方向 这一边是正方向 圆固尺的地方 或者在圆点的 某方向 四公尺 那你就清楚地知道 这个位置 也可以啊 有时候这个问题是 比如说垂直运动 那我们就画一个垂直轴 垂直轴 垂直轴 通常我们都看得很歪 当然你也要在这里呢 设定一个圆点 然后呢 一二三四 你这里就看 你很将位 二 三 四 负一 负二 负三 负四 你要这边位置 你会有座标所 座标所 还要有 人 那么这个座标 是你自己要设吗 不是要等老师来设 或者等老师来设 你为了要 要 要 表示出物理的位置 你要设一个座标 往往我们几乎都没有选择 他只是高底巴垂直从楼顶上丢下一个球 而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球在垂直轴上的一种 楼顶这个高度呢 你就可以确定自己设定了 有了我们可以说明一个物体的位置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物体如果不是禁止这样的位置 它会随着时间改变的话呢 那比如说 是这样子 好的 好 好 这个是银银银 那么在T1的时刻呢 它在X1 T2的时刻 它跑到X2 我要注意哦 在T1跟G不直接的 它是在这个地方语明中的移动 就是T2它跑到这个来 它可以在X1 我向前走三步再向后推移过 或者再向前走速度再向后推两步都可以 但是只要T2它在这里 那我们就说 从H1到H2 这个键头这个向量 我们听它叫做位移 一М 银银银一 Amendment 周困沙1 周困沙1 就是C2 就是一个三小时 我们称当量 倒过来就是一个 倒过来就是另外一个 这个 我们称当量 C2 H 这个是数学的语言 但是我们说的话 这个就是改变的语言 这个 它就代表改变 这个位置的改变 位置的改变 位置的改变 定义就是后来的位置 减料 取出的语言 那当中 的时候在哪里有语言 管 P2 在哪里有语言 我只要管 开始这一点 就是末后这一点 这个位置 会有语言 如果这个是正的话呢 它就只像X的正方向 因为这个方向 不是像正 就是像副 如果是垂直 不是像上 就是像下 所以我们呢 就不要用 像样的单位来表示 不要用 单位像样的表示 我们就只用正 符号 表示就可以了 如果 这个 大于这个 比解释 正的 就表示 这个 这个 箭头 是从X的 直向 如果是这样子呢 这样子呢 那X2 比X1小 那么X2 前X1 就是处的 处的语言是他的方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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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备语 那一般我们在 公字单位里面 位移的单位 就是用meter meter 如果是第一次单位 现在很少用的话 如果是英字单位的话 我们就是用英尺 的 如果是英字单位的话 如果是英字单位 大家可以 要做一个 如果是公理 也可以 或是每十公里 做一个 当面的人 这样 因为这个 是指的 会 我们现在 因為這個問題,積溫到積度有這麼大的一個位置 別的問題,沒有積溫到積度這麼長 同樣的時間,這個問題走的位置比較小 那個問題走的位置比較大,那就牽涉到速度的位置 速度越快,它的位置就越大 於是我們就有速度這個名稱出來了 再來我們就看 好,我們就看見了 好,我們就看見了 Average velocity 我们看 E1.3 X1 T2.3 H2 我们说这有比 它移动的速度 一定是什么 我们有一个定义法 当我们就用B B 有的书上面是你打一道桿 叫做鱼均速度 有的书上面 它是写Average 有的是Ave 有的是AvG 有的就是Ave 它代表Average 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解决 那么它的定义就是 delta x 我们写d x2 写dx1 dx2 写dx1 就是 这一段长度 其实它代表位移 当中在哪里就表示 这个叫做delta t delta t 叫时间的改变 这个呢 我们讲过 就是delta h 位置的改变 所以它的命名就是 单位时间 位置的改变 就叫做平均数 你也可以说 单位时间 已经在位移 就叫做平均数 这个就是平均数 它的单位呢 如果是公正 公正单位就是 民主可算 如果是公正单位的话 b 就是平均数 我们还是用正的符号 表示它的方向 如果是正 这个速度可以从那里面 我们可以画出它的速度 速度 这个时候 可以叫做 delta h delta h 那么它的速度呢 这段时间里面的速度 它们也是朝这个方向 正的 从h 这个方向 如果像这种做 如果我们看来 它的速度 就是 它的速度 就是 它的速度 就是逃迹的方向 对方向 大致 有了平均数 那么 我们再介绍一种速度 叫做 顺时速度 我们一般讲 一个问题的速度 指的 都是由 顺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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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它的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 但是我们知道 速度 一定要有一段的 距离 跟时间 来 你才算速度 那你一个点呢 它只有一个时刻 这个一定的位置 那怎么能够速度呢 所以说 我们必须还是要 我们两个 时间 两个时刻 三个分时间 跟两个位置的差点 可以 那么 我们只有 我们说 啊 你就看这一点 对不对 但是我 我就把这个时间 无限的缩起 好 我再从这里到这里 叫十秒钟 那我说 我选一点 它到那里 不到半分是一秒 不摘一个眼睛 都不行 不摘一个眼睛 不摘一个眼睛 因为摘一个眼睛 要大 它的位置呢 时间那么短 它的位置也非常非常地 所以在这个时候 的平均速度 我们就当作是它的 顺值速度 那 现在我们介绍 顺值速度 我们怎么表示呢 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用数学点怎么表示 按照 这个 呢 所以 在我们的そ途中 在意识 是 然后我们就写这样子 就写名义就好了 它就正部话表一下 它就这个项面 我们写 Lin L和P RQ 就是Lin L和F OV 但我认为它是指导 0,0,0 我们先来跟你说 当这个时间 无限的趋近于零 我刚才讲 它是半分之一秒 半分之一秒 它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它是无限的趋近于零 但是不等于零 那你说十万分之一秒 那比这个还要大 这个比十万分之一秒还要小 那一一秒是一秒呢 这个比十万分之一秒还要小 那到底多小才算是什么 那么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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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is 0, delta x is 0 所以我们就要写一个 实际上它这里还包括delta x is 0 在这个时候 后来我们在一极分里面 就可以把它写成 dx0.2t 这个什么意思呢? 现在它躲在这里公民下 我们在一个点 它的位置可以在这里表示 它机会在这里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移动的 这个位置 用时间的函数把它改出来 比如说它的x 跟时间有关 那我们也把这个 d38 加上2t 加上d 再加上4 可以用这个表示 可以用这样的表示 这个我们猜听它叫做x的函数 t的函数 t的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x的 所以我们这个定义当作x 一般是用f的函数 x是函数 x是函数 x跟t的函数 x跟t的函数 x3 你把t等0的时候在哪里 t等1的时候再来 t等2的时候再来 t等2的时候再来 你可以画出一个 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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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函数函数 这个函数函数 位置对时间的函数函数 那你现在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 everything velocity 比如说T弯在这里 它的x弯就在这里 T弯在这里 T弯在这里 它是x2 就在这里 就是位置 就是位置 我们说凝数数 函数数 我们说位移就是 这一点到这一点 这一点到这 刚中怎么样 刚中怎么样 我们不管 在这里跟这里 这两点之间 这个就是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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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位移 从这里到这里呢 这一边呢 这个就是标数 DELTA T 那 这个就是DELTA T 就是G 好 круta X 你看DELTA T 这是什么东西啊 光伟学 在高中学 数学的时候 就学错 这个脚 这个脚 这两点的连线的这个角 就是这个直角看角形的 Tending theta就是delta x 我们的这个组织 Tending theta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 Tending theta 等于delta x 我们的组织 Tending x 叫做什么东西 叫做邪律 平均速度是什么 就是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变成的一条直线 它的邪律 但如果 我这个时间无限的接近于T弯 X弯 X弯 无限的接近于T弯 那就说这一点 无限的趋劲 无限的趋劲 如果你接近 到这里 我们这一条线路就是这一条 再近一点 一直到无限的接近以后 它的邪律就是变成这一点 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就是说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这个切线方向 这个切线方向 它的斜率就是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这个切线方向 这个切线方向 它的斜率就是这个切线方向 那你們高度沒有學歷修理系統 對不對 這個協力怎麼說 對 協力怎麼說 給我看看 協力怎麼說 協力 DX或DX等於什麼 三倍的 一倍 再加上 四倍的一 再加上 對不對 協力 TX2講 他的順勢數不提多少 你就把TX2帶進去 所以這個就是代表 協力 看你是哪一點 TX多少 協力是多少 所以這個就協力 代表 錯誤的順勢數不提 有了順勢數不提 有了順勢數不提 那我可能 又進步了 看 這個問題 在行進的時候 有快有慢 對不對 有快有慢 你怎麼表示這個問題 那我呢 那我呢 就這樣 就這樣 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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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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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算是V1 是正数號表述 它的方向 TX2的時候 它 進度的時候 它在TX2 它的順勢數 這個步驟是V2 非常有感覺,速度不是一樣 有時候V2頂V1大,有時候V1頂V3 不一定 那麼我們盡力盡力 盡力盡時速度 裡面還有DF3 在現在是CM 有時候V3 有時候V1、V4 A 這站是CM 最多的一段的,我将将将有一个有的,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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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B2-21,B2-21... 第一 规定乍充分 如果V2-T1 可以叫做速度的 V 够来的速度解释 V V V 那我看的达位就是 meter per second 再 per second 或者是 per second squared 或者是3 per second squared 这个是 F F 我们要听到 这个速度的速度 加速度 那就是 V2 无限的接近V1 的时候 或者是 L V H 0 然后 在这个 极限值的里面 它的 平均价值 就是 分析价值 嗯 我 去做这个 有点 做这个 可以 有点 有点 那我们现在看 分析下 用 就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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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用A来讲 A等于什么? 它就是 L L L 我们这个等于什么呢? 它就是 B B 如果 B 是时间的函数 我们可以 比如说另外画一个符 这个地方是B 但是B呢 是时间的函数 夜和函数 真的 夜和某部分的曲线 那么 任何一个的切线 的协议 就代表那一种 重致价值力 那么 这个是 我们讲的 价值度 好 现在 我们 随便举一个 认为 随便举一个 认为 随便举一个 随便举一个 适量 随便举一个 适量 适量 它又是DHODE 因此它就可以分別 D平方X over D平方X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X的位置的金色彈下去 這個是位置的彈性彈下去 它就是說速度的一次彈下去 叫做順位置 位置跟二次彈下去 也等於位置的二次彈下去 我們隨便去跟一個 標題的看法來 就是說一個質體 它的位置是時間彈下去 我們隨便去跟一個 就是說 D平方 加上三次彈下去 它就順時速度 順時速度 就是DX over DT 它就能兩倍的彈 再加上三 那你現在 比如說 把時間寫進去 時間在二秒的時候 V2的彈 就是能力 加上三次彈下去 就是能力 加上三次彈下去 就能力 就算起來了 那如果 你還要算它的加速度 算行加速度 它就是 V1 over DT 所以 現在很方便就是說 你如果知道它 不以致 可以使用 所以 現在很方便 就是說 你如果知道它 會自 跟時間 的關係 那 我們就很容易 求生 它的速度 跟 價格 這個 就算 很容易 求生 會害 那麼 它有 在講 假如它的 速度 不是 時間 的 程度 如果 速度 是 會 有 的 如果 我們 可以 一下 定義 還是 定義 D1 O D2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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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说我们这个数据里头 以后你是x xp1加3x 这个2x加3 你没办法违分的话 它不是第一期才能违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在围体中里头 有一个圈路 那你可以 因为它是x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3x 就为了 再重一个 bx over bp 好像是这两个 一样 bx over bp 就是v 因此 b b1 over bp 如果 如果 如果素质是位子的 那么它的加速度 这个是b bx over bp 这个是bx over bp 这个是bx over bp 这个是bx over bp 再一次我們繼續這樣 繼續下去 好 下一次要講的是 你知道 家庭怎麼去 知道樹木怎麼去 家庭怎麼去 貴子 就是這個道德 好 我們應該講講 好